很多朋友都很好奇說 關於我在做創作這一塊 怎麼去用我個人的想法 能夠結合我生活周遭的各種素材 去完成大家看到的每一件作品 Naple對這件事情的重視 其實也無形之中 增添了這本書的份量感 其實這篇作品蠻有意思的 這件作品叫做《400公里》 將近400公里一次開到底 這個情況下停一下 發現這個車身旁邊有一隻蝴蝶 這版社的設計Paggie 它在這個作品的表達上 其實也提供了我很多的想法 這張女體是老師裡面唯一一張 就是有人體的部分 左邊的葫蘆跟女體 就有做一些呼應 動物的皮 一個是大自然的雲層 這兩者之間的對照 其實顯現出的那種想像的空間 其實是無言佛覺 可是它又是這麼的接近 不論是拿筆拿相機或者是任何方式 對我來講那都是工具 很多人會以作品的形式完成來定義 如果以當代藝術來講 其實有很多的畫家 他可能也是攝影師 他也可能是雕塑家 也可能是文學家 我們就沒辦法用個名詞去定義 其實現在的電子產品 發展非常的迅速 它幾乎可以替代我們日常 所看到的畫筆或鉛筆之類的 我們只是借助工具去完成 我們想要表達的那個部分 我把繪畫當作是 攝影裡面的一個物件來完成它 很多的圖層跟我們記錄下來的素材 做個相當程度的一個堆疊 我一直蠻喜歡這樣的一個創作模式 我可以透過不同的形式去調整自己 在做每件作品的一個態度 藝術本來就是商業的一部分 商品的形式可以更完整的呈現 作品在日常生活當中所呈現的另外一種面貌 這些視覺就是我平常在日常生活當中 派出來的素材做的 一來一往就是讓更多人去了解 Nepal的林社長提出了一個觀點 就是M型攝影師這個概念 排隊的一種操作品 一個人的艱古力 或者是一種騎士 一個人的那種 大概是一種那種的 在家裡的佛會 佛會 在家裡 我們在天私 對面的一種 因为器材的普及 尤其是像手机 有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个方面的操作 加上APP 呈现出来的画面 已经大大地超越过去传统的影像 当我的素材都要手上的时候 我可能同时会操作 镜物、风景、街头、摄影 甚至是一些抽象 甚至是非具象 它必须要非常有强力的自我 表达能力 跟操作器材的这个娴熟性 甚至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它所创出来的又不是只有一个主题 同时可以操作三四个四五个主题 来作为一个表达 每件作品对我来讲就像是一个冒险 甚至是像一个旅行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它不可能把所有的风景都带走 它的唯一能留下就是它的想法跟思维 我只是把这个思维浓缩在一个作品里面 这就是我的作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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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